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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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投資者都聽過 編好23100的中國平安 是一間國內知名的保險 和金融業的橋廠 但對他們出的ETF 影識有多少呢? 今集 很高興請了中國平安 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的銷售主管 李潔森小姐 Angel 和我們介紹中國平安旗下的4隻ETF Angel 你好 你好Anita 我想和你先談談兩隻ETF 分別就是3070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ETF 和另一隻就是3072 中國平安 CSI 香港中型股精算ETF 我想問你 因為我聽坊間說 這是一工一手的投資組合 為何這樣說呢? 或者我先介紹其中一隻 3070 其實3070這隻ETF 是追蹤中正香港紅利指數ETF 我們這個ETF 會在香港交易場所 所有上市的股票裏面 去挑選30隻過去3年 派息最高最穩定的股票 放到我們這個ETF 所以不會說 因為某一隻股票 在一年或者兩年派息高 我們就放到這個ETF 而是希望有一個穩定性 在3年的派息都是比較高的 我想問一下 這隻3070的股息收益率 大概是多少? 3070ETF 我們看回由2005年 至2011年年底 平均每年的派息 是高達5.1% 如果我和恆生指數比較 其實恆生指數的派息率 是平均3.6% 如果我將這兩個數相減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3070指數ETF 比恆生指數高出1.5% 當中我們這個ETF 也會派息 預期希望一年派兩次 雖然不是保證 但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 防守型的投資組合 給香港的投資者 我想問一下 另外一隻3072 為什麼又會叫做 一隻進攻型的投資部署? 其實它的選股方法有什麼不同? 其實3072 它是追蹤中正香港中盤精選的股份 所謂中盤就是中型股票 也是一樣 在香港交易場所裡面 所有上市的股票 我們去挑選100隻中型企業出來 這100隻中型企業 我們希望回報 比起一些大籃籌股份為高 也因為它是中型企業 所以相對地風險會高一點 所以就是公營的投資組合 聽你這樣說 3070就是投資在30隻 過往有穩定派息和吸引派息的股份身上 而3072就是主要投資在100隻 香港中型股份身上 但我又有個問題 其實投資者為什麼要選ETF? 為什麼不自己去買30隻高息股 或者選一兩隻中型股去投資? 其實原因很簡單 主要有三個 首先第一就是時間 因為如果普通投資者 他要去買這些股票的話 其實他要付出很多資料搜集的時間 以及分析的時間 第二是說成本 除了剛才說的時間成本之外 其實金錢也是有成本 因為一般投資者 未必可以有所有資金 去買這100隻股票 或者30隻股票 但你買一隻ETF的話 你已經是囊括了一個組合的股份 最後就是說風險管理 如果你說我只買一兩隻股票的話 當然你會是高度集中 相對地風險亦都比較高 如果你買ETF的話 你有一籃子的股票 相對我們覺得 組合的分散度會比較高 最後亦都想說一下 其實你買一隻股票和一隻ETF 其實分別不是太大 只要你在交易時段裏面 去證券行做一個正常買賣的動作 其實就是一樣的 沒錯 怪不得越來越多人投資在ETF身上 如果投資者想了解多些 有關中國平安ETF的資訊的話 可以登入他們的網站 access.payand.com.hk 今天很感謝Angel 為我們介紹了這個 一工一手的投資組合 謝謝 謝謝 以上資訊 是由中國平安 中國ETF系列提供 市場信息萬變 要掌握全面局勢 必須攻守兼備 先可以搶佔投資先機 中國平安隆重推出中港ETF系列 為你網羅中國A股50指數 香港50指數 香港高息股指數 香港中型股精選指數 詳情請登入 access.payand.com.hk 中國平安 中港投資專家 中央